今天我要用豆腐杏鲍菇和红萝卜来做一道素食加肠菜料理 大家好,我是Kistin,欢迎来到KistinWongTV 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加肠菜的食谱 你是不是给我愿吃素? 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 那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哦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还可以先点个赞哦 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做豆腐杏鲍菇和红萝卜的素食加肠菜料理吧 准备一块盒装的豆腐 把它切片 先对半切 再切成正方形 把豆腐放入盘中 准备一条杏鲍菇 这条杏鲍菇已经清洗好了 分量是120克 先把它切厚片 再来切条 再来切成小丁 把杏鲍菇放入盘中 这条红萝卜的分量是140克 今天用半条就好 把红萝卜先削皮 把红萝卜先削皮 把削好的红萝卜切下来 切片 再切条 再切小丁 把红萝卜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准备10克的姜 把姜切片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再切成姜末 把姜末放入盘中 准备一些青椒 这颗青椒的分量是60克 今天用一半就好 把青椒切丝 把青椒切丝 再切成小细丁 另一部分的青椒 切大块点的丁状 把青椒切丝 热锅水 水滚了之后放入豆腐炭 冒泡泡滚后就可以关火 把豆腐捞起来了 锅内放入少许油 把姜末放进来炒香 姜末大约炒了半分钟左右 放入红萝卜 红萝卜炒至变色后 就可以放入杏鲍菇 杏鲍菇略炒一下 现在可以来调味了 一汤匙的酱油 一汤匙的甜面酱 适量的胡椒粉 半茶匙的盐 把调味料炒均匀 炒均匀后现在来加点水 水加进来 拌炒一下 可以放入青椒 放入大颗粒的青椒 再快速的拌炒一下 这样子就完成了 哇 素食肉碎豆腐完成了 大热天我喜欢吃这样的豆腐 白白嫩嫩的豆腐 看了就想挖一口来吃 淋上超级简单的懒人酱料 非常下饭好吃 配上一碗热腾腾的青椒 一定很美味 大家有空可以试试这种 清爽的素食肉碎豆腐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 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桌的 素食加肠菜料理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